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愛與恨在燃消 爭與血在纏繞 雪与泪承载着荣耀 剪一花 不让江山都飘 爱恨之间 从笑抹这万世成缘 争写之年 就在一线之间 孤近浩劫 奔求一生熬不两年 挥手看一生红红脸 黑与白中暧昧 索与对中徘徊 回与背影等着浩劫 云影响 细尽千花无悔 爱恨之间 走老年这所名誓言 整些执念 转眼为飞烟 下刀之间 下刀之间 回忆我年轻已妥协 回首看一生红红的脸 一开始 就已无可不退 好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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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人来了 走 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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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大哥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在这儿呢 丁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才听到窗外有人 追出来却半个人影也没有 可能是我听错了 我看你是做梦了吧 大半夜的不好好睡觉 害得我们也睡不好 出门在外 谨慎一点也好 我们已经很谨慎了 沈颜姐姐 你要是觉得休息不够的话 那我就尽快给你配些药 女人嘛 要是晚上睡不好的话 白天没有精神 那我们 好了好了回去睡吧 再见 那我们先先走了 丁大哥 你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可能我太紧张了 那我们走吧 ön 对 twists Gross 和毕那 既然这么想见她 她出现了 为什么你又不肯见了 我怕她还在恨我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 有些事 erfahren了 就解释不清楚再说了 你跟他原本就是两路人 说够了没有 眼下这线索也断了 人也死了 你还有心情在这儿嚼舌根 他以为他不开口 我就查不出他的身份吗 别碰他 你别凑得太近啊 这个可是天狱药性极强的谜烟 只需要一点点 就能迷倒一大片人 天狱 又是天狱 妖人 天狱腹地中 有一群正在修行妖术的妖人 他们最惯用的 就是这种谜烟 只是我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不在天狱 好好待着 却跑到武当山来了 南明里火箭被我拿走 蜀山对于天狱的风影力量削弱 天狱有不少妖人 跑来这里 可是这帮妖人 是对着丁颖的房间吹的 我看十有八九 是冲着赤魂石来的 只怕 以后武当也不会太平了 你又开始担心那个丁颖了 你要是有意见 大可不必跟着我 滚回我爹那里去 好啊 好 好 我投降 那这个人怎么处理啊 埋了吧 我吴鬼 可是堂堂的神宗左使啊 没想到跟着你 居然干起这种杀人藏尸的脏伙 这是想不到啊 这帮天狱的和尚来路不明 要是被他们发现死了人 肯定会有所戒备 那咱们在这儿暗处的优势 就没有了 所以 还是不要打草惊蛇的好 可是这也太不符合 我吴鬼的性格了 我吴鬼这个人啊 喜欢一阵风来 一阵风去 早知道就把九度 送我的两瓶化石粉带来了 这样的话 这个家伙 不过就可以被化为灰迹 这才叫不露痕迹嘛 月儿 你就不要再想那个什么丁颖了 是他自己不是好歹 你这么大老远一路追过来 他连你面都不肯见 本来就是我欺骗他在先 他不想见我 也很正常 正常 当初可是他把你打成重伤 这也算正常 我吴那个丁颖 压根就是配不上你 什么名门正派啊 正人君子 其实就是狗屁 不过 你看我们俩 一个是鬼王 一个是神宗的千金 咱们俩 才是一对嘛 闭嘴 干活 我们得赶快查清楚他们的计划 这帮天狱的和尚 竟然敢堂而皇之地在武当山行动 我总觉得 这跟武当派 也脱不了干系 你说得对 可惜我们俩这样的日夜监事 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扛不住啊 你看我本来玉树临风 可惜我现在 如此沧桑啊 今晚就算了 咱们先在这儿睡一宿 明天一早 再想办法 混进武当 你这什么表情啊 开心啊 你想 我们两个可以在 这么美的月光下 以天为北 以地为床 共度梁霞 我是树上 你是地上 没有梁霞 我 我 早知道 就是你把那个梅香给闻了 您看 拜见童掌门 诸位远从蜀山前来 不知有何贵干呢 通掌们 晚辈等此番前来 是受师父嘱托 前来借取亲所剑 借亲所剑 你们蜀山剑派明剑众多 为何要来借取我武当之剑 通掌们 先前蜀山栗战 天玉炼影神宗 不慎重了妖人诡计 封印天玉的神剑 难鸣离火也被盗取 如今封印不稳 若再不寻找神剑加固 来日天玉妖魔进犯武灵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是啊 统掌们 魔宗嚣张 如今武灵已经身陷危机 若能首任上官锦我 这个魔宗之手 也算是为左掌门报仇了 还望统掌门 看在天下苍生的份上 不计前嫌 不令刺剑 并非我不愿意借剑 只是如今魔宗邀人 为祸人间 我们武当派也受到了波及 亲所见此刻 要用在协助众多弟子 炼剑防魔 恕晚辈斗挡问一句 同掌门 您是否因为 当初蜀山的叛徒上官仅我 刺杀左掌门一事耿耿于怀 所以方才不愿意 戒出亲所见呢 我同元岐又岂是只记仇恨 不顾天下安危之人 只是这亲所见不是不记 而是要等待几日 这几天 你们几位就安心住在山上 等我们的降魔阵练完了 自然就会借出宝剑 既然如此 就多谢同掌门了 不必多礼 我还要去都练降魔阵 恕不奉陪 几位自行去别院歇息吧 不ptions 说 二 fiscal 快 俩 快 玉儿 你昨天明明来过的 你为什么不跟我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要走 为什么 玉儿 这是对盼望的 丁一 你到底是怎么了 既然已经决定忘记 又为何不停地想起 你这样做 如何对得起轻语 丁大哥 我刚刚看到你魂不守时 真的很担心你 你到底怎么了 你却用美套 绽放喜悦的神态 祝福你们是我最痛的对伴 我从来不存在 我从来不存在 对不起 没余地说伤害 我会努力忘记过去 然后重新开始 我相信你 我真的相信你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会好好保护你 照顾你 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我相信你 自己一路走来 最后有孤独离开 我有你回 我也需要爱 有谁会明白 你 我自己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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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虽然 你去 后山断崖的一处石室 没出来过 石室非常有秘密 平常绿毛就这样去 但是没有人知道 他在里面干啥 有秘密 我这个人 最喜欢听别人的秘密 你们两个 继续监视谷里的一举一动 我去看看 天尊 是显叠金贵 留在这里可否妥当 绿毛要是敢来偷 我就让他有去无回 请我 只不过输了一次 窦间大会而已 人的一生那么长 总会有许多挫折的 所以 这次图巴来势汹汹 你相信我能挺得过去吗 我相信你 你一定可以的 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 千龙奸险 父辈受敌 少有不慎 就是万丈深渊 如果只是我一个 我根本不必面对这些 但是为了你 我一定有坚持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你的勇气加上我的勇气 对付这个世界 足够了吧 嗯 你再等一等 再等我一下 很快我们就能够再见面了 天尊怎么来了 怎么了 阴风谷有这样一个地方 而我却不知道 我只是觉得此处僻静 僻出来让自己打坐冥想 本也没什么不同 不过人总有点私心 想为自己留下个小天地罢了 天尊若是小参观 请便 二十四五五花 男氏 三十四五花 三十五花 二十三花 自己的天地 你该不会在练什么武功 还是藏着什么武器 想要对付我吧 天尊多虑了 难不成 你是对自己的实力不自信 明镜需要看 天尊还有什么事吗 好你个绿宝 竟然用调护离山之计骗我离开 企图盗取嗜血蝶王 天尊 天尊发生什么事了 嗜血蝶没什么事吧 放心 我早有方法 我在此设下的咒印 与我有所感应 一旦有人靠近 我便会知晓 天尊真是高谱 绿袍也太目主无人了 天尊 我这得去把这贼给抓回来 不必了 有这嗜血蝶控制他 还怕他造反不成 属下斗胆问一句 这小小嗜血蝶 当真如此厉害 那是当然 这嗜血蝶是用我自己的血 喂养炼制 经过上万条蛊虫 相互撕咬残杀才得此一条 被下蛊之人 发作时有钻心之痛 要化解这孤独 除非将这活着的嗜血蝶 化作灰烬服下 天尊将这嗜血蝶封存在封印之中 怪人难以接近 当真是万无一失啊 那是自然 天尊功力无边 这下绿袍可有的苦头吃了 宗主 你怎么了 没事 属下按宗主的吩咐 已经在大殿附近埋伏 等 图巴知道宗主进入密室以后 果然耐不住性子 前去查探 4 3 2 3 4 4 5 5 6 6 5 6 5 6 宋主 之前图霸闯入了密室 可是却突然脸色大变 忽然离开 想必是该应到 有人闯入了咒印 可如此一来 他更会加强防范 要想拿到失血蝶王 只怕会难上加难 宋主 恕属下办事不力 未能帮宗主拿到失血蝶 请宗主责罚 不必了 起来吧 图霸他老奸巨华 看样子 是我小看了他了 宗主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做 如今南鸣里火箭不在谷中 可图霸却迟迟不肯走 分明是为了留下来对付我 你想想 如果你是图霸 你现在最不希望见到谁 他母亲 父宗主 多亏天尊神机妙算 早在这鸽子身上下了毒 这绿袍果真图谋不轨 走 禀报天尊去 好 看来他还是心急坐不住了吧 天尊 他是不是让图妹回来替他解围啊 不是 绿袍是不让他回来 什么 他是什么意思 到底怎么回事 信中说已经联合蜀山 不日贬为宫 迎风骨了 混账他人哪 属下方才见他 往雪池方向去了 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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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滚出来 绿袍 NO 可恶 居然射下了封炎破天咒 难怪你之前闯不过 宗主 要破这个咒印十分凶险 你 现在不是营日的时候 我守之以为二十多年 如今再不奋力一搏 只怕来日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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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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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蝶王 是不是将这虫子化为灰烬服用 就能破血树之术 没错 属下是听过涂霸说过这件事情 涂霸当年你说江湖人心本决 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年 你还是没有学聪明 绿炮 你赢了 土豹 我早就说过了 我是一条会吃人的蓝 确实 确实我没有想到你上官经我城府之身 没想到你可以忍辱负重这么久 你选择入京云 还跟我林中人合作 这就是你犯的最大的错 你以为你落在我手里 你还有反身的机会吗 死 为什么啊 对不起 宗主 九独第一个主人 就是天尊 那是血蝶王 你以为服下嗜血蝶王 就能解了血术 你错 我千辛万苦培育出这只嗜血蝶王 就为让你承受世故转心之痛 你以为战争 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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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每天晚上都要盯着丁颖的卧房啊 妖人行踪诡异 我们前在武当山一整天 一点线索都没有 只好在这里守住带兔了 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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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没想到啊 原来你还有偷窥这个癖好 你有病啊 这是正事 正事 我早正跟你讲过 我巫鬼天王独步天狱 天下所有的女子都会对我倾心 你跟我说实话 你有没有偷窥过我 没有 丁来了 你的倔强点滴成你的苦难 你的微笑是我失去了的星光 活着曾经那么平安 长空时到安静得了 你的心本来柔软 我天下的罪都有我来数 才不管什么将完结不复 厌倦从此改变你的江湖 我认输 我不拒你的哀愁 我不拒你的哀愁 我痛得比你更难受 你的苦是我的伤口 我喜欢消瘦 让我来可思 岳儿 我们远近于此 如果彼此能够忘记对方 可能会是件好事 你让你让你为我便冲 妾有情 狼无异有 冰凝 是我 子依 师姐 我能进来说话吗 当然可以 这个女人扮演跑来干什么 我有预感 接下来一定有好戏感 你站着干吗 过来坐呀 师姐 这么晚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可能 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 在我告诉你之前 你能答应帮我一个忙吗 如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肯定会尽力的 你当然可以了 而且 这件事情 只有你才能帮上我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女人明明跟丹臣子是一对 为什么会半夜跑来电影的房间里 这个女人的确很奇怪 她到底想对电影干什么呢 我特别欣赏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蜀山呢 虽为武林大派 可是 我也看得明白 我爹 是个中庸之人 这些年来 并没有什么大作为 在他的门下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弟子 可是 你就不一样了 你一到蜀山上来 我就觉得 你将来肯定是一位大英雄 我不懂你的意思 我实话实说吧 你没发现 我们到武当来已经两天了 别说这个掌门 会把清索剑借给我们 他就是看都不会让我们看上一眼 你想 现在正是天下大乱之时 换作是你 有了一把清索剑在身边 会借给别人吗 掌门应该不会出尔反尔吧 他不需要出尔反尔啊 他只要拖着我们 让我们知难而退 不过 你不用担心 碰巧 我知道他的另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我知道清索剑藏在哪里 你想我去偷剑 哎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 弱肉强食 谁有本事谁就得到了 鼠山借剑本来就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 不用图强拐骗吧 你再好好考虑清楚啊 你不用那么快回绝我的 你身上有赤魂石护体 我当身上所有的机关 都不可能伤害你的 等你拿到了剑 我会告诉我爹 是你为鼠山立了大功 你放心 没有人会知道 剑是怎么得来的 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现在怎么可以 突然地就闯进去呢 你没看出来吗 他在怂我定义冒险 他都不在乎你了 你在乎他干吗 喂 我 喂 定义房间不是在这边吗 你没看见 你当时会有个少女子 上面是不在乎 你怎么不在乎 你肯定会有什么 你很想你 尽量的小鸡 老大 你还是敢的 你肯定现在 你肯定有什么 肯定有什么 你肯定吗 你肯定有什么 你肯定有什么 这样我才会更喜欢你一些 大师兄 这其实是个误会 不必解释 野生了 我送你回去 放开我 我不走 大师兄 本来他是来说亲所见的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就变成这样 今天发生的事情 明日我自然会找你问清楚 在一切查明之前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这下可没有好戏看了吧 某人心里总该满意了 你干什么 是你干什么 申高慢业 为什么独自去找丁颖 我找他有事商量 倒是你 为何坏了我的好事 子营 到底是怎么了 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心里清楚 不许走 大师兄 大师兄 果然比丁颖有魄力多了 我没想到他这么加正经 害我费了不少唇舌 你的泪沉湿了大海 你的泪沾湿了大海 还要多等几百年 让爱永远在你心中 满世中所有也决也沉默 不能忘记的承诺 还有你的轮廓 和其中不孤独也不放手 还想把你拥抱如环 用双声拥有宇宙 明白爱不能重来 不要泪流 下辈子换你自由 放手 流的血不过是一顿 我不会去哽咽 无情的世界 吻湿了誓言 爱恨划破了长夜 愿爱永远在你心中 满世中所有也决也沉默 不能忘记的承诺 还有你的轮廓 你去走 多孤独也不放手 放手 放手 要放一生 好 好 可乐 好 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